5月16日消息 今晚联想正式发布了旗下首款AI手机 MOTO X50 Ultra 搭载骁龙8S Gen3处理器 联想小天AI个人智能体 售价3999元起 外观方面 MOTO X50 Ultra采用金属中框 加实木玻璃机身厚8.59毫米 重197克 支持IP68级防尘防水 提供香柏木 远带墨 Pantone柔和桃三款配色 MOTO X50 Ultra采用6.7英寸 2712×1220P 1.5K 144Hz LTPS OLED显示屏 搭载骁龙8S Gen3处理器 服役最大16GB加1TB存储 MOTO X50 Ultra搭载50MP前摄 50MP OV50HE 除以1.3超大底主摄 加50MP JNE超广角 加加64 MP OV64B3X 前往长焦 搭载100倍变焦前往时追光AI影像系统 支持100倍前往超级变焦 AI自适应防抖 MOTO X50 Ultra内置4500M电池 支持125万有线充 加加50万无线充 采用USB3.1 Gen2接口 MOTO X50 Ultra搭载了联想小天AI 个人智能体AI Agent 除了支持聊天外 还支持自然语音问答 文档总结 文档翻译 AI通话 新机还支持Wi-Fi 7 MOTO X50 Ultra将于5月16日二时 18开启预售 5月24日时 零零现货开售 副具体售价如下 12加256GB 3999元 12加512GB 4299元 16加1TB 4699元